街頭小食可以說是香港飲食文化中一個很重要的部份 最新出版的米芝蓮美食指南 將街頭小食納入指南裏 雖然大家喜歡的食物各有不同 但值得大家參考一下 今次上榜的23間食店 大部份都是港式小食 好像雞蛋仔、腸粉 尖沙咀這間賣冷盤露水串的小店 就是其中一間 負責人說知道入選後覺得相當驚訝 突然間這麼得雲圍著我都很害怕 我覺得奇怪了一點 剛剛那個外國人不幸運 那人在我那邊 試了我的食物 覺得OK 就是這麼簡單 為什麼他這樣說 原來旺角的飛姐小食店 就是由他媽媽主理 難怪他謙稱說有獎都應該由媽媽拿 不過他透露每日做足十五六個小時 這份努力相信一眾食客都感受到 除了大家已經見慣見熟的港式小食 旺角這間賣薯仔的小店 也獲得偉之年垂青 負責人從事西廚工作已經20年了 他說覺得今次獲獎 是對他的一個肯定 做了有一段時間的廚師可能都 可能想怎樣說是圓夢 想試一下自己究竟有多少 的實力 不代表說有拿了米芝蓮 就是很OK 但是其實 怎麼都會是開心的 因為覺得 都OK 成功了 不過登上米芝蓮殿堂 隨時要面對舖租狂家的副作用 希望一班業主有些良心 不要騙殺香港的美食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